群人員到每艘漁船上 翻開桶子帆布 打開船艙的蓋子 檢查每一個可能藏人的角落 對來往船隻的人員查核 也更加確實 就是因為台延綠能案 前董事長陳啟玉遭通緝 預防會偷偷搭船出境 檢調更繽紛多路 聯合警方出動上百人 搜索陳啟玉位於高雄岐山老家 雖然門口還有停車 早已人去樓空 台延綠能光電閉案 10月23號檢方 深壓禁見前董作陳啟玉等5人 地院裁定駁回 檢方提抗告 11月1號重開擠壓庭 台綠總經理蘇昆煌 紅灰公司負責人被擠壓禁見 另兩人請回 陳啟玉始終未現身 10月31號檢方請求如期開庭 與台風天延期又缺科技監控 恐造成逃脫空窗期 本案被告陳啟玉 吳政當理由無辜不到庭 本願以電子公輪 阻托桥頭地方法院檢察署 代為具體中 被質疑空窗期人跑了 台南地院澄清 檢方抗告高雄10月28號 發回後迅速分岸10月31號擠壓庭 碰上颱風延期無任何延宕不周 除了院檢工房被關注 現在最重要就是趕快把人給找出來 三選網上古不先 ٹ唉能報導